据报道14号美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 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康达就布林肯访华举行吹风 坎贝尔称美同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冲突 美将负责任管控竞争并在利益相符的问题上合作 康达称布林肯访华期间美方并不期待通过此防取得某种突破 或是改变两国的互动方式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指出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 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 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找到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知道 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中美在经贸等领域存在一些竞争 但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行竞争 更不能打着竞争的幌子 行遏制打压之石 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力 这不是所谓的负责任竞争 而是极不负责任的霸道行径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 将世界推向分裂 王文斌再次强调 美方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 中美两国必须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 尊重彼此在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美方总是讲中美要开展对华沟通 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兜底 中方对华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 两国的沟通也一直没有中断 沟通要解决双方的关切 要有实际效果解决问题 不能一边沟通一边损害对方利益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外面表示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将拜登总统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停止对华遏制打压 要同中方相向而行 排除障碍创造条件 推动中美关系逐步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 总条件是记者北京报道